今天在很多的观众群当中呢 据说有从南部 远从屏东 大家楼顶楼下楼下 小楼来台北看罗莉 又起来投球的那个卫兵 今天有很多的这个讯息呢 不断地告诉我们说 有很多来自于中南部的球迷朋友们 他们相约地到青状球场来看 罗莉重返投手球 这真的是所谓的荣耀的时刻 虽然就是一个人次 所以罗莉在这十年在终植的效力当中 回想从一二年为了一纸两周的合约 她踏上了非常不确定的亚洲旅程 在她的自传当中呢 她还特别提到了 那段时间呢她非常非常的纠葛 如果不是她太太的鼓励 她恐怕很难踏出那第一步 结果她踏出了这一步之后呢 她成了终植的传奇 成了历史上第一个 能够完成九年的年资 然后以本土的选手身份 在投手球上投球 现在看到的就是她在生涯 在终植的战绩 一百零二胜的成绩 失了一千五百局 生涯的自责分率是三点三一 她的荣耀的过程 在今天赛前呢 球团特别在二楼的平台上 设置了The Glory of Legion 就是她的光荣历程的展示区 在她的生涯当中呢 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我相信在那个展示区当中 今天在现场的朋友 很多人都顶着大太阳 在那边排队 就是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 接触到或者是留下 跟罗莉更进一步的合影 因为那里面有太多太多 罗莉曾经留下的 包括了Trophy 包括了她的战袍 以及她的一些比赛的一些装备等等 好 谜题揭晓 今天会有唯一的一次 历史上对战罗莉的那个人 叫做高孝宜 打第一棒 第二棒是郭天信 第三棒是打DH的吉利吉老 第四棒是刘基红 第五棒的是李凯威 六棒是林孝成 七棒今天是石湘宇 八棒是捕手林承煦 九棒是一类手 那么一样 那在赛前 高孝宜还特别去跟罗莉 表达了一个嗨 因为他们过去呢 也是队友 这真的是很有趣哦 叶总 过去也曾经是罗莉 曾经是在她的书中提到的 非常佩服的一位总教练 尤其她说 在她的生涯当中 她的参与台湾大赛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2016年那一次 一大当时是两败之后四连胜 中关节赛的逆转 对 让球迷记忆深刻 对 那个时候的总教练呢 就是叶总章 好 柏莉投出了历史性的第一球 这是一个好球进来 因为罗莉只投一个人死 所以每一球每一球 观众们朋友们都拿着他们的 可以拍的手机啊 摄影机 来列取画面 想把珍贵的画面保留下来 罗莉是在昨天的清晨回到台湾的 那因为有时差的关系呢 昨天她稍事休息之后 就来到了球场 对 看得出来有时差上的一些卷 但是呢 她的精神呢 依然是展现得非常的兴奋 她很期待这一次 重回台湾的这一趟的旅程 高笑语过去 她说她都是从外面看罗莉投球 今天会全力以赴 对罗莉的投球完全不陌生 但是第一次对战罗莉 但在去年九月份的引退赛之后 罗莉就没有正式的比赛了 所以 这个人次的对决打成了一个冲天炮 这个飞球呢有守备的机会 王政堂的接杀出局 好 罗莉完成了她在中职时尚 以外籍选手 然后转换成本土投手的投球 这个湘勇非常非常值得纪念 罗莉 其实在今天 我们在写这个欧达的时候 当我在写上 Pitcher这个位置是罗莉的时候 那个手稍微的有点抖一下 我就觉得好熟悉 好熟悉 然后再熟悉不过了 现在很多观众都说不要换 再换一换 这个 这个 很有意思 还是要一张来处置 要检查一下她的手上 很有趣很有趣 一切都是按规章的执行 那罗莉呢 這一個人次的投球 算是真的完美落幕了 在終職的歷程上面 他完成了百勝 他也完成了一千次的三陣 他也拿過兩次的金手套 在蘿莉的自傳當中 他對這些成績 他都非常非常的引以為傲 尤其在投手球的防守 他也在文章中特別提到 他對於他的投手球的防守 一直都是自我要求的非常的嚴格的 他也拿到了兩次的金手套的title 接替投球的就是肯特 肯特在這一季有八次的出賽 兩勝三敗的成績 吃了將近四十九局2.77的投手 自責分率 內容的表現都是非常的出色的 只被打出了四十二支單打 一發全力打 二十四個三陣 只有十次的保送 那另外還有三次的畜生球保送 他的滾飛比2.14 也說明了他是一個滾地球型的投手 我近況很好 上一場對樂天桃園也七局的投球 只被打了六十三打 所以還是維持他